大家好,我是艾翔又小鱼儿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过校门口小卖部里面一块钱一个的文具盲袋 那当然就是这些吧 大部分都是这种形状的 有三个是这种长条的 应该是笔 这个就很明显是一个胶带 先拆哪一个呢 不知道是什么,好难拆 学学看那蜡笔 还可以收缩的 这只就让它值一块吧 继续拆笔 这怎么似曾央实呢 这什么东西 好神奇 打开看看 还拿不出来了 出来了 纸 普通纸 摸一样 再来 这是什么 自动铅笔 用的是能用的 就是这个声音真的有点难听 这也当值一块钱吧 拆这个吧 水彩笔 行吧行吧 到现在都是笔啊 能不能有些笔的东西 就抽这个最特别的吧 OK 胶带 胶带 这个还可以哦 这个还行吧 做手杖可以用 也值一块 再抽个惊喜带 是怎么嘞 是个慈性书签 来 方康 那有两个 一个是这种 夹在书上的 就是可以细劳的 然后呢 还有一种 是 应该是可以贴在冰箱上的冰箱梯吗 这个还行吧 至少能当个书签 值一块钱 这个橡皮啊 好别致啊 看这里还裂开了 大聪明橡皮 感觉不值一块钱 不怎么样 不买 嗯 这啥呀 啊 就那种 便签液 也可以撕下来的 也可以当本本用 一样的 这个 行吧 平时写写也蛮好的 值一块吧 膠带 这个紫色的 猴猴最喜欢紫色的 好闪啊 这个可以送给猴猴 因为她最喜欢紫色的 最后一个了 拭目以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好了十个都拆完了 觉得 嗯 就那样吧 质量好像都不太好 嗯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叶子 这个胶带 还是蛮不错 做手帐可以用到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加评论哦 好吗